年关将近,年未建农,暴族身中一岁除,燃放烟花暴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假成年农年马上就要来到了,网上又和网年一样出现了关于烟花暴族的种种议论和意见 毋庸慧言,有很多人反对燃放烟花暴族,认为这样做容易导致火灾、伤财、扰民、污染环境 但也有很多人赞成燃放,认为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 驱邪有喜气,过年的时候必不可少 我们当然首先要强调,关于燃放烟花暴族这个问题,现在是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 在没有发生变动改变之前,我们必须依法而行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暴族 而烟花是在暴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就不专门讲了 关于暴族的最早的明确的文字记载 建于南朝梁诞 也就是公元502年到557年之间 这是梁诞 那有一个人叫钟领 他写了一部书叫《静楚遂时记》 他讲啊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未知端月 鸡鸣而起先于亭前暴族已避三哨恶鬼 可见当时暴族就是把竹子放在火里暴烧 产生暴裂声 目的是为了驱除鬼怪 而新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暴族 随代的时候啊 有人对上面这段文字加以证解 是这么说的 熟人以为暴族燃草起于亭辽 就是说民众普遍认为 在春节的时候 点燃暴族的习俗 是起源于古代的亭辽礼仪 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最早的亭辽 大概就是在庭院中烧柴 而在有的地方会混入竹子 南方竹子又特别多 那如果用竹子和柴火一起烧 一定会发出暴响 这就叫暴族 当然后来庭辽一般是指 古代庭院当中照明的火炬 或者照明的这个行为 总而言之 暴族的原始目的 是驱除鬼怪 后来有迎神或者送神的意思 而它的起源是原始的庭辽 暴族最早要驱的那个鬼 也很有意思 它非常有针对性 就针对这个鬼 根据《神异经》等等 这种神话书里面的讲 古时候 人们在经过深山老林的时候 要露树 那晚上就要点燃篝火 点燃篝火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烧点吃的 第二个是为了取暖 第三是为了防止野兽的清晰 但是山里边有一种动物 很麻烦 它不怕人 而且也不怕火 还经常蹭人不备啊 偷东西吃 这个动物叫山少 人脸猴身 只有一条腿 或者说一只脚一足 它能讲人话 而且会变化 很多神话书里 都记载了这个山少 山少的身高 只有一尺多 赤身裸体 性不畏人 它可爱在哪里呢 它特别喜欢吃虾和蟹 因此 它就经常到西流里边 去捕捉虾和蟹 然后它不是不怕人吗 它也不怕火吗 它就在人点燃的篝火旁边 它来烧烤 它来烤虾和蟹吃 并且 它还挺讲究 要偷人的盐 蘸着盐 来吃这些虾和蟹 那么人如果碰到这个山少的话 会有麻烦 因为山少会传染一种疾病 使人忽冷 忽冷 但是你点火 下不走它 所以人就用一个办法 在火堆里边加入竹子 暴主 用暴主产生的这个声音 来驱赶山少 这是非常有意思 唐代刘雨昕 有一句诗 照谈出老骄 暴主 金山鬼 刘雨昕讲的山鬼啊 也就是这位老兄 暴主在古代 还是一种驱瘟 竹邪的工具 到了唐初 瘟疫四起 有人就把消石 装在竹筒里边 点燃后 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和浓烈的烟雾 结果驱散了山中的瘴气 制止了疫病的流行 这就是装销暴主的 最早的雏形 到后来 暴主才发展到 主要 一起强烈的喜庆色彩 成为持旧 迎新时候的象征符号 成为最能代表 新年到来时刻 大家喜庆心情的 这种民俗标志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混合起 很多层的含义 在节日或喜庆之日 用火烧烛 壁波发生 驱除山鬼和瘟疫 这就叫暴主 自从火药出现 人们就将消石 硫磺和木炭等等 填充在竹筒里边 进行燃烧 这就产生了爆炸 后来也写成炮炸 到了宋代 中国民间开始 普遍使用纸筒 用纸卷成筒 还有呢 用麻条包裹火药 编成串 来做成鞭炮 关于爆炸 关于爆炸的演变过程 通书编里边有记载 古时爆炸 皆以争竹灼火爆炸 故唐人师 一称爆肝 后人卷子为之 称越爆炸 这就多用于喜庆之事 宋代出现了火药爆炸 也就是现代的爆炸 炮炸 鞭炮 变化不大 宋代的人师述 在会计制当中记载说 除夕爆炸相闻 亦或以硫磺做爆药 生油阵力 为之爆炸 看来在宋代的时候 在会计这个地方 除夕的时候 还依然是燃烧竹子来庆核 但是同时 已经出现了 用硫磺做爆炸 声音更大 这称为爆炸 宋代很有名的周密 在武林救世里边讲 至于爆炸 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 内藏要线 里边有一个要线 在里边把它串联起来 一点就百余不绝 那我们一听就知道 这就是鞭炮 再到了后来 大爆炸出现 而且这个炮壮肯定很大 清代省富 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福生六记 它里边记载啊 说游览几壁 他出去玩 游览完了以后 燕于水阁 在水边的亭台楼阁啊 燕影 命从者放爆炸 轰然一响 万山其影 如闻霹雳声 那这个爆炸 应该就是指一个非常大的 我们今天叫炮炸 有了火药爆炸 没有竹子的地方 也可以爆炸了 燃放爆炸 就成为全国性的 具有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 人们除了持旧 迎新 在春节时候燃放爆炸以外 每逢重大节日 或者说喜事庆典 诸如元宿节 端午节 中休节 婚假 建房 开业 等等 在这样的时刻 一般也会燃放爆炸 表示庆贺 说到爆炸 我们很多人都会想起 王安石的名师 爆炸 身中一岁足 春风送满 落图书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心逃换旧 也有很多人会想起 鲁迅先生的话 鲁迅先生有一篇杂文 叫电的利弊 最早发表在1933年 2月16日的申报自由坛上 当时署名叫何家干 后来收录了杂文集 伪自由书 鲁迅先生说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竞神 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外国用鸦片一并 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同时一种东西 而中外用法之不同 有如此 带不但电器而已 电的利弊 写的是中国长久以来 未能解决的某些愚昧的问题 总之 爆竹的背后 有一部厚厚的文化史